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解釋水生植物的側壁分離現象 如果大家看回答對總分,即是拿到滿分,其實比率相當偏低 所以這題目值得參考 A部分45,B部分23,C部分51% 為何會遇到這個情況呢? 原因是大家在審題時和作答時的要點要掌握 首先,題目是開宗明義問清楚在水生植物中 在光學顯微鏡下觀察到 放在高濃度的借糖溶液開止之前和過了5分鐘後 究竟變化是怎樣的? 一開始就問你,綠色一點點就是葉綠體 而問你A部分究竟是甚麼呢? 你很明顯看到的就是那個翼拋 這裡也要提提,這是我畫了低倍圖 低倍圖就是輪廓 而當中裡面,其實記住這件事 如果真的叫你畫那些細胞 其實最少畫三個細胞就已經接受到 所以一開始去到結束的話 A那個其實是逆拋 只有45%的同學可以 所以當你溫習的時候 記得溫習多一點點 顯微鏡的上面會容易掌握 那你就會看到去到後期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你看到那些綠色一點點 那些葉綠體其實是堆住在液泡的位置 原因是甚麼呢? 一開始的液泡很大 所以將細胞氣,例如細胞核 又或者那些線綠體 迫在外面 但是當那些水份 其實流走了之後 滲透了離開那個細胞之後 那些葉綠體就會黏住在液泡的位置 然後在那裡堆住在那裡堆住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描述你 要你比較這兩張片段 要你去寫一些可見的變化 如果別人的題目叫你寫可見的變化的話 請你描述明顯的變化 因為其實題目問你兩分 那你希望你會寫一些重要的東西 有甚麼重要的東西可以寫到呢? 首先第一項目是你能觀察到的 A縮小了 第二項目是葉綠體聚集在哪裏? 在中央位置 不要說葉綠體聚集了 你要形容清楚葉綠體聚集在哪裏? 在細胞的中央位置 以及葉的細胞 寫清楚是葉的細胞裡面 呈現這個側壁分離的現象 如果你對自己寫側壁分離的現象 你不太有信心的話 你就可以解釋 細胞膜或者細胞質與細胞壁分離 這個現象叫側壁分離 好了 這裏就可以了 但是有部份的考生 其實它描述重點 它說細胞就軟縮了 植物細胞形容是軟縮的 不是萎縮的 但是可見的變化 其實軟縮是一個質感 不能夠觀察到 所以你也要留意這個情況 而去到最後 其實問得滲透的話 就是問你 你能夠觀察到什麼 然後就叫你去解釋 整個現象 怎麼會這樣 記住 當你去寫滲透題目的時候 其實是有特定的框架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比較到兩個界質裡面 水勢有什麼不同 你一定要比較到哪個高 哪個低 哪個高過哪個 然後記住 是水分子 我要用到粒子力量去解釋 水分子 要寫清楚流動的方向 直著什麼作用 滲透作用 由哪個 由細胞 靜移動 到 借糖溶液 靜移動 然後穿個 差異透性膜 即是水生植物的細胞膜 然後導致液泡縮小了 和側壁分離的現象出現了 所以你看到那個寫法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比較到 比較到兩者之間的 水勢的差異 第二件事 你一定要寫到水分子 流動的方向 怎樣流動化 滲透作用 由哪裏去到哪裏 第三件事 就是最後 水出來之後 究竟有什麼結果 你就會呈現到 你觀察到的結果 所以這三分 其實得來不易 其實只有一半同學 能夠得到滿分 所以 當你真真正正去寫的時候 留意這方面的東西 以及你看到 2018年答對的 比率這麼低的話 我想 2019年打後的題目 都會有相應的題目 要大家去寫 好好掌握 這裏的答題的框架 以及 記得看清楚 題目的字眼 例如 可見的變化 比較那張照片 不要再去脫水 OK 希望今天的分享 幫助大家 拜拜